这谁啊蹲在我家门口 姑娘 这不会是个傻子吧 姑娘 姑娘 你家在哪 怎么蹲在我家门口 你饿不饿 那你那你先给我回家吧 走啊 带你进去吃点东西 不要不想你先坐这 你在这等会儿 我去给你找身衣服 你看脏呢 姑娘 我给你快坐快坐 你快快快坐这儿 我饿 等我给你做饭 你家在哪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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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女人 就是个傻子 行了我给你做饭 你要在这住着吧 等你家人来找你的时候 你再把你领走 我给你做饭去 哥 小丽 你怎么来了 是啊 我想你了 过来看看你 对了 这个女人是谁啊 她 她 她是我半个月前 在我们家门口捡到的 还别说 长得挺漂亮的 小姑娘 你好啊 小姑娘 长得 是挺好看的 就是啊 脑子有点问题 是个傻子 诶 诶 哥 哥 是个傻子怎么了 刚好啊 你也这么大了 没有一个老婆 这样 省得要彩礼了 你们两个还真有言美 我是同意 可是人家要不愿意啊 嫂子 我哥对你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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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还别说 有戏 加油 我走啦 有事 行 小丽 你走吧 好好好 你坐着歇着就行吧 来来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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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歇着就行吧 累了吧 就是这一架 就是这一架 秘密 妹妹 怎么了 你是谁啊 妹妹 你是谁啊 什么妹妹啊 我是她姐 妹妹 妹妹 姐姐 怎么回事啊 行了 我也不装了 大狗 这一年多 其实我都是装的 我都是装的 自从在这一架 把那个后妈领回去 我就知道家里面不会太平 从她进了门以后 你呀和那个后妈 你们一直在算计家产的事 我不想参与其中 我现在 我现在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 你就别再找我了 书费 你 你装的啊 你是 是啊 大狗 我就是不想让我的家人找到我 所以 我才装傻的 竟然是装的 行 你爱回不回吧 这是咱爸 让我给你的 你自己看看吧 我走了 什么呀这 三百万 爸 爸居然给了我三百万 爸 我以为 你心里面没有我了 没想到 你还给我 给我留了那么多钱 大狗 你看我爸身体不行了 他想见我最后一面 要不 你给我一块回去看看 我爸 我爸给我留的财产 三百万 全在这里 见你爸呀 那行 那咱走啊 走 我妈怎么打电话了这 妈 怎么了 我在工地 是啥工作呢 今天呀 就不回去吃饭了 行行行 就这样吧 我头 怎么那么疼啊 哎呦 哎呦 现在碰瓷都这么高难度的吗 那么年轻 跨个好班 晕倒这大路上 我这老太婆 可不能把你 你把我讹着 我可不敢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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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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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好好的晕倒在路边了 大姐 大姐 你醒醒啊 这个怎么办 这就不行 我上班快迟到了 这又是迟到了 又该扣我的公司了 不行 不能见死不救啊 哎呀 我赶紧打120吧 喂 120吗 这都给吃饭了 怎么还不来啊 这人 公团 不好意思啊 公团 我今天有事 有点晚了 你自己看看几点了 都去吃饭了 要你有什么用啊 行了 你也别在这干了 走吧你 公团 我求求你 你不要赶我走啊 你看我这 上有老 下有小的 你把我赶走了 我们一家老小 吃什么喝什么呀 你一家老小 吃不吃饭 管我啥事 你呀 现在赶紧滚大 你知道今天中午 吃饭 花我多少钱吗 赶紧滚吧你 工资也没有了 公子 我求求你 你就算赶我走 你也得把公司给我 我这一家老小 还等着钱吃饭呢 公司 公司已经扣完了 你知道吗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公司扣完了啊 你就赶紧滚吧 这怎么这样 不就是迟到几分钟吗 这把我辞退 还把公司给我扣完 我们这一家人还怎么活呀 董事长啊 你看这个楼还有15天就要进工了 盖的也不慢 对了 小白上次我给你拨的款用完了吗 也差不多了董事长 等进工之后 你再把尾款拨过来就行了 行行 等这工程啊 结束之后 我爸违款啊 全部给你打过来 不能拖欠农民人的公司 对了小白 走吧 带我上工地转转 走 请 往前走了 哎 怎么了董事长 怎么了董事长 姑娘 大姐 怎么是你啊 我看着你面说 姑娘真的是你 你怎么了 董事长 别理他 他就是个做饭子 上班 哎 不老老实实上班 姑娘 你为什么在这哭啊 给我说 大姐 上午因为我救你 所以上班迟到了 工头 他就把我开了 而且工资 还给我扣光了 我这还有一家老小呢 我没工作 我可怎么办 什么 小白怎么回事 董事长 你听我解释 他不是做饭的吗 然后到中午饭点还没到呢 哎 没办法 中午要 那工人要吃饭 我自掏腰包 垫了钱 然后扣了他的工资 姑娘 你别哭了 行了 小白 工人啊 吃的饭多少钱 我等会补给你 姑娘 你以后啊 就在这里上班 小白 我安排你啊 给这位姑娘 找一份 既能照顾家 又轻松的工作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董事长 既然您都这样说了 那 那怎么能不听你的呢 大姐 原来你是董事长 实在太谢谢你了 如果不是遇见你 我们这一家老小都在喝西北风了 行了 姑娘 什么就别说了 你的救命之人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报道你呢 行了 你还去吃饭吧 走 我去你吃饭 谢谢你 走吧 前面的姑娘还看不看 不去了 你自己去看吧 行 唉 这事实际上 这事真巧